名门天后,不是我们见经,大家好,我是天后 目前这个仙灵大家比较关心带什么比较好 白则先有的效果会不会强度过高 但是看它字面上的效果对护盾伤害加25% 就能够知道它对法修是更加不利的 并且加上猴子的消盾 让有些玩家不得不怀疑官方是不是有意要削弱法修 当然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说不定以后呢也会出现一些针对于体修的东西 另一个就是这些神通效果必须在你达到6阶之后才可以使用 没有达到的话呢就仅仅只是多一个普通攻击而已 而达到6阶呢必须抽出两次这个角色 获取的条件呢相对苛刻更别说是那些稀有的先有了 所以大家问我平民玩家带什么比较好 我都是说带什么取决于我的卡槽里有什么 当然有条件的话呢还是要抽出一个种族合击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带鲜语合击的 你柯老的话呢也可以带鬼族合击和妖族合击 总的方向推荐是平民三先柯老三鬼 有条件弄到白泽和猴子的就必带 没有的话呢就哪个先有先到达6阶就带哪一个 白泽是否超纲的问题暂时不要去考虑啊 除非他以后神游三阶的来源变多 不然普通玩家也不可能忍守一个白泽嘛 对我们这些白烂玩家呢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 而且护盾真伤也不是先例了他以前呢也是有这种效果的 也就是体修的不灭金生水啊 他有对护盾伤害加成10% 好我们再说一下屏障效果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屏障其实就是护盾但是他和护盾又不太一样 我们平时代的护盾呢他只是相当于一个减免效果 被打的时候依旧是会扣气血扣真元 但屏障不是他被攻击的时候呢不会扣气血也不会扣真元 真正意义上的给你挡一定数值的一个护盾 那有些人说先灵的效果呢其实不怎么样 带来的战斗帮助是毛毛雨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 我觉得他还是作用蛮大的吧 一些神通很有特色的先有 你去认真的调他的释放顺序 是很有可能成为制胜翻盘的一个重要因素 感谢观看